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台塑他们的那些图馆 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在那个附近面图 这样 这个我可以有可能 刚刚多少次都要知道您的 麻烦各位先 台北市跟我参考 谢谢 没有那个台塑 他提出来现在是一万多人在那里工作 那比较基层的工作 他现在很多工作都是包商 怎么观察 很简单 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你只要站在年外道路 他有好几个 他的场区不是你想 就是他们常常跟我讲说 就去给他围起来 我说我四百个牢回来围起来 也只能回到一个出口 他的场区十几公里长 南北长 就是你如果在六十一线的高价这样看 他跨梁的乡 他从麦里奥跟台西乡的海岸线 坦白讲连一线的海岸线全被他站起来 你就可以很清楚 然后呢 他的这 你去他的年外道路看 他们下班时间上加班 都会有很多穿那种衣服上 后面有号码 然后还会有不同颜色 这是代表什么 他把很多工作其实都外包给这些小包 然后这些小包 他们正常会穿不同的颜色 那比较多的这一种小包的 还是在地的人 那很多高的 我甚至我也有跟他们问过 还有很多人出到台中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合影 也不得人是台中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常常在讲开吧 就是以我方法线讲 以我那个大臣讲 最好的 我们现在想 那个地方最好的社经地位最高就是功能 当于那个 就是那种乡下 就是那个社经地位最高就是功能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我再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我们那里 再来社经地位应该最高所谓就医生了 医院里面我们的医院里面 百分之九十几 甚至是二零代币的医生自己开业都出到台中去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 那他们不会有人想要留在那种乡下 这是我们这无关乎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长期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住在那个乡下 我们都一定要住在台中 就是我们脑袋那个东西 对不对 那台硕这个问题更严重啊 他所有的 他那样的产业基础工作给这些人做 我们其他他们的核心 包括他的那个叫做什么 环安部就是所谓的环境安全 他也在台北 那个主管通通在台北 他们那些薪水越高的人全在台北啊 那你如果去看一下许多国小类更好玩哦 那现在小孩子是招交通车过去的 你如果如果是你就是家长自己要接受 也是要站在澳大街 那代表什么 那个地方不是学区啊 就这样 他就是不是学区啊 所谓什么叫学区 应该是走路的到 站在那边的到 他就没了 你怎么要再多人下来 你去看那样的 你一看就知道 阿阿阿 里纳 家长们来讲 你还没有 多败你说他可能真的有跟台硕共振 我都不会否认 很多人讲说我不会否认 台硕提供了很多机会 就是六亲在云敏县 他在张云这个地方 一定有人跟他一起工作 不然他产值GDP这么高怎么创造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 他们最高的那些 那些人的小孩都不是在哪裏 下班能到湖尾的到湖尾 到斗六人到斗六人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到湖尾看 他們很多店都會寫 才說特約商店 那個貼很多貼在湖尾 有人看過 他連洗車修車都會寫 才說特約商店 我就去觀察 這個東西不貼在賣條 貼在湖尾 那代表什麼意思 你消費的人是在湖尾消費 餐廳都寫 台座員工特約商店 你吃湖尾早餐到湖尾 你的腦袋是錯過小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我們的學區就是 學校整成要被關掉的學區 張宇那個地方 那五十幾個孩子 我們都不要去叫他們說 不要再回去 再來第二年第三年 那個地方也有可能剩下三十幾個 再來就會面臨說 這個學校可能因為太小 又必須被採測 所以其實那裡的家長背景 跟大家想像的說 台塑集團的年功在裡面 不是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那個新竹 你用新竹科學園區 他必造的產值 跟新竹科學園區一樣 可是你給他想像 賣聊跟新竹科學園區 變成什麼樣的 會比較容易想 我們再開發 大家好 我是那個國發所研究的 然後我是想請問說 就是 因為很可惜今天那個 我們政府官員沒有來 然後又不可能 希望有一個對話的 對話的空間 那既然現在對方沒有來 我是比較好奇說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事情 感覺好像解決了 因為要簽效 那可是如果現在一個行政官員在這邊 我不曉得有兩位說 最想要對 就是這些行政官員 說一些什麼 我蠻好奇的也是 讓兩位Fillie分享一下 謝謝 詹老師好像 跟很多官員 跟很多人說的話對過 應該是比較多的 那我覺得今天是比較好玩的 就是那個政府官員沒有來 本來說要 這件事情就是少了政府這件事 反正台說六清這件事情 我在那裡 十幾年這樣看下來 就是沒有政府這件事 要走你一樣 如果沒有政府這件事 因為可以賺錢 可以賺錢 可以賺錢 那你問我說 其實正常來講就是 我覺得如果這件事 如果你問我 坦白講這件事 應該就要拿著研究 然後就環保署要的人進去 你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才是政府 那環保署要拿著這樣的這句就進去了 我沒有要你停工 我絕對不會去挑戰 我也常常講 我沒有要為難財數上班的所有人 我們沒有那個四百個人 要去那一萬多個人 他們就必須關掉 然後我們這樣對抗 沒有 這個對話的空間其實說 你就繼續去看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不是一直在講說國家標準 那這個標準怎麼做 是什麼樣的標準 為什麼發生這件事 這是政府應該做的 那因為這件事 我們的國衛院 那個衛福部也應該出來看吧 那個衛福部也消失啊 教育部也消失啊 所以就還等了 好好好讓院長交代 然後這件事 這件事沒有了啊 怎麼會有了 我們彰化線大長的都還沒交代 我們身上那些輕輕像像重金屬怎麼樣 也都還沒交代 怎麼會 那很多人都說啊 還要很多的研究 我有時候都會想 是啊 我們好像都比較體諒那個好家啦 對啊 我們那艱苦的人 沒得到十萬年了 那我們還要等待多少研究 很奇怪 這樣的研究也不對 那樣的研究也不對 那就是 所謂那個第三輪工程 就是 就是你們沒事的才是工程 還說沒有汙染才是工程 不然 不然 為什麼還要再研究 就是這個樣子 那 你問我是想跟政府說什麼 我覺得還是興趣 那 你要跟 你們還是可以有 可以有能力跟才做對話 是你們才有跟才做對話 是你們跟人家拿稅金啊 對不對 你們中央給人家拿的稅金 那 你要跟他對話 那你要去找 為什麼國家的標準 你們一直說他很 合乎標準 他為什麼這樣標準 他 如果標準 四十日女執法也有問題 你的 你平常有沒有去查 我自己都很清楚 我 我每次聞到夏 我夏天聞到味道 我打電話這樣 我那個編碼 您邊 一打一打 他們每次你只要投訴一個話 到時候就會給你的問 好 我就收集了很多 那因為我 我還是要做 他到底有沒有要回應我 他不會回應我 我偶爾啦 最近因為這些事情 今年來比較多倍 看大家他會回應我 他回應我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常任的多多合乎標準 這個標準到底什麼標準 我就一直很納悶 什麼標準 到底我們全台灣的這些環保署官員 或專家 你們坐下來講說 這什麼標準 這個標準怎麼建立的 平常怎麼執行的 怎麼觀測的 怎麼監測的 這些事情 要去看大哪 這才是環保署要做 那為服務要趕快去看 到底這些人受傷了怎麼樣 那然後 還有再更大的一個核心 這些受傷的 就該這樣表嗎 那個賠償的機制也要出現了 這大家都不去碰 所以今天還是缺了一個政府 我們本來想說要三方至少的絕對 我們本來想說要三方至少的絕對 那天有跟林檢驗長講過 政府官員是我們被教育 叫做人力的公司 公司上面的部門 這是我們私事的部門 在對學生做實驗 做研究方向錯 講一次 這樣就很緊張 別人都想說我不要第二次換錯 那是對自己的期許啊 不是嗎 事情是這樣 對自己的小孩子 一次做錯 你會跟他講 那你很怕第二次做錯 所以同樣對政府不是應該這樣 不是不是啊 他就不覺得你要是困難 所以好像講千次也沒有用感 對 所以才會告訴他 對的事情趕快做 不要做出來的都是錯 等這個 大家都不講的時候 就這樣 我跟你們說 如果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啊 那這個 暗黑的力量 如果 這種事情還可以耗過去 那大家就會沉默啊 全台灣想講話的人都不想講 你的社會有未來嗎 是 這個是 就 欸 所以還是講同樣的話 就是說 很多事情好像 我應該很多事情不是講兩次的 我可能沒有講過十次 對同一個人 對不同的人 所以 欸 欸 無言 那個 很惡意的學習就是 無言 我想我們那個 這一個沙龍 或是我們風險社會中心 長期關懷 就是 我們常常在講 在救生物的時候 我們這就是一個 風險溝通的平台 那大家 有一些東西可以來這邊溝通 那溝通非常的重要 那 當然現在 現場有一些記者朋友 所以剛剛那個 徐怡女士談到監測 就是 我們一開始講監測的部分 對台宿的監測 如果說我們的環保署的同仁 像甚至有記者朋友說 這個署長好像講說 六星的監測 很多都是合以規定 那各位想想PM2.5 我剛剛就想PM2.5的例子 PM2.5在 也是在近一兩年 兩三年從國光石化運動之後 浮現了一個議題 那這議題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控股的問題 你如果現在去問一些環保署的同仁 哪也會跟你講 PM2.5其實台灣管制很好啊 沒有想像那麼嚴重啊 這些話我們都聽過了 所以現在在全世界 全世界包含在台灣 現在有一個運動 就是所謂的發展所謂的 說得比較熬眼 英文叫 就是該做為做的科學 就是說這個東西應該是 政府進去台塑做原頭的監測 好 那現在沒有認真去做原頭的監測 現在是我們看到 在從最後面的健康面向去抽 sample 尿液血液 來看到有這樣的一個顯著的症候 所以是不是透過這個末端的 從這個流行病血的角度 應該還去強化前面的這些檢測 那我們也有很多該做為做的科學 那在PM2.5的歷史 現在有很多地方 包括浦里的這個濟南大學 有一位資工系的老師 他也自己發展出類似監測PM2.5的素質 那我們台北中央院這個榮詩 其實榮詩君老師他們那個團隊也很煩 那這個也是逼迫環保署 開始認真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沒有說有能力去檢測 六七那也太複雜 只是說政府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尤其在這件事情上面 除了我想說這是第一個移動的挪動的點 進一步的我們會要求是應該要積極的來 把這個如果說台塑講說這個濾溪場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廠 六七是全世界最大的十大公園 我們應該積極來做監測跟管制 還台塑一個清白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是說 這個如果對政府呼籲的話 應該來積極做這一件事情 不然這個事情就是 就是我們一般講是 在很多國家的社區的環境運動裡面 社區開始進行監測 社區開始進行監測 那當然我們剛剛徐麗瑩 是特別談到 無論是麥寮或是彰化 大城鄉台西村或大城鄉這些地區 的確上是攝影展的時候 兩位作者也都來談 談了這個很深刻的問題 就是說 會留在這裡 因為那個 就是徐麗瑩的哥哥 徐正堂他用了一個台語 很多台語去描述說 會留在這裡 就是比較弱勢的 比較弱勢的人 才真的被淘汰或走不了的人 那在這樣的期待 在這樣的一個社區裡邊 如果是一個進步的國家 我希望小英能夠看到這樣的話 如果是一個進步的國家 你應該知道 如何進一步來處置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去被動的 像剛剛徐麗瑩也是講的 說你要讓一群在這個國家發展 經濟受苦受難 沒有的這群人 然後他們又是弱勢 又是沒有能力去判讀這些科學證據的人 你要他們站出來講怎樣的話 你才敢做決策 這樣的政府是不會是進步的 也是不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那我想這個是 我們一個 共同的一個想法 好 我們還是看看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就想尷尬一下 那我也是跟那位一樣 是 班所 就國發所的模式班學生 那 我白天呢 就是這個 也在擔任一個政府機關的公務員 還好吧 八字等算很小 我不知道 應該 但我的感覺我自己很基層 剛剛張老師說 政府公務員是公 不是公服 還是覺得他都不是公服的意思 我剛剛沒有聽到 是覺得他們好像不是我們的公服 對 他們是台塑的公服 我大概講一個 因為我認識的一位長官 因為已經退休了 大概就比較勇敢的講出這個故事 就是 在2010年台塑曾經延續 就是這個六星發生兩次大火 那我這位長官 當時就是主管機關的 我就不知道哪個單位了 某位這個一線的主管 當天晚上他幾乎是用十二道金牌的方式下說 他好像當天晚上九點十點大火 全體的那個組 那個所有的人員 現凌晨三點以前 六星門口集合 你其實很難想叫我們這個公務員會這麼幹 晚上十點大火 凌晨早上五個四個小時後 所有人員在 注意這機關在台北 四個小時後你們全部在六星門口集合 然後整理出情況來 然後做簡報 因為天一亮 部長可能就要來看 非常的豐富 但是不會對你們這麼做 實話實說是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要做是可以做的 如果真的他想做的話 半夜三更天美亮 通通全體人員 幾十個人都要在六星門口集合 那我真的後來我確認過是 正是一個這位長官到我們這裡來的時候 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 是一個非常Division的一個長官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好的六星的公布 但是不是各位其他人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沒錯 IPUC的檢測 就是我們所謂的線上的品質管理的檢測 他必須要在每一個煙囪裡頭裝那個東西 還有裝補給系統 而且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聽到的時候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為什麼台塑 不把這些東西的固然置頂好 他能夠使用監測系統 並且使用補給系統 把這些東西在他的煙囪裡 在他的製程裡 在他的孔道裡 工廠裡面全部抓下來之後 理論上能夠大幅的降低道 是可以做到只是成本的問題 就看他好像是不太願意出這個成本的感覺 不應該好吧 你們那裡去啊 這我知道說應該是做得到的事情 那然後剛剛 趙老師有講是說呼籲政府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 我所知道的事情是政府如果要的話 天不亮都會做 但政府不要的話就是你怎麼講也不會 這事情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我是想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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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女士我的想法是說 可能要考慮打一個可醫務的疏遠跟訴訟 就是打一個居民的環境訴訟 按照我們目前的情況 你們有沒有人住在這個廠附近10公里內 你就住在廠區10公里 原則上我國司法實務肯定說 如果要採取票與醫務 調取資料 可以醫務要求他裝置檢測 以及設備的訴訟的話 然後原則上當事人士格 是在這個地區的施工 這個廠區的施工 就這個 HOT SPOT 這個熱點的10公里之內 我一直很好奇說 是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制度說 打打看 法院不見人會準 但是你總得打打看 對不對 你就打一刻一刻 醫務醫務院院所要求台所做這些東西 至於說你需要做到什麼東西 這些事情 可能老師們可以幫忙 還有台灣有很多的公益律師 其中有一位現在還是關保局副署長 我不知道他當處長的時候 還曉不曉得工業律師在幹嘛 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環保局今天又沒來 我是覺得 詹前律師詹副署長沒來 實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那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還有很多事情是該做 但是我覺得聽起來不會淪落到說 這樣子說大家除了還在哀嚎說難過 然後聽完這個 我是頓決是聽完 雖然我住在台北 但我覺得很低血 因為我以前 會覺得說 以前古代的時候會有說什麼 郭蕾喬什麼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我們一年要把幾個小孩 同男同女丟到河裡面 給什麼鬼神當祭品 我萬萬沒有想到 這個故事有一個現代法 而且現在是58個 這比那個什麼古代的什麼 丟小孩去當祭品的故事 還要恐怖 還要可怕 那這些 你們住在這些小孩 不就是為了發展經濟的濟品嗎 對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野蠻跟殘酷 殘酷的事情 如果說政府不願意做 周老師一直在呼籲我知道 但是我絕對 不太相信 不管這個政府 新馬坡或新蔡 我不太相信 他很短時間內會聽話 打一個刻意記物素顏跟訴訟 會比較快 好的 小孩要建議 好 謝謝 請他現場 其他人 小哥好 我自己是媒體工作者 但現在是我下班時間 我就是單純來聽點講這樣 主要是想要問張老師 一個問題是 就是其實剛剛大家講了 那麼多監測或是調查 然後包括其實國衛院 國衛院的這個研究 其實也做了很久 但是其實在每次公布數據的時候 總有人突然質疑說 你確定那個地方的人生病就是 就是這個害的嗎 那包括其實之前打RCA訴訟的時候 已經打了很久 也在爭論說 就是RCA這些女工 他們身體上的傷害 真的是因為喝了地下水 真的是因為在裡面 碰到這些化學藥劑所造成 所以造成這個訴訟其實答了非常久 大家都在爭論這樣的問題 那想要問說就是 目前的科學研究上 這個相關性到底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有相關性 可以證明說 這個疾病跟當地這樣檢測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是有關係的 再來是如果他真的是可以證明的 就是又要如何用這樣的科學研究來說服人 因為其實剛才徐女士也有提到說 其實那邊很多居民對於這樣的科學研究 他其實聽了他也不知道 答在說什麼東西 其實這不是一個很容易讓人理解的東西 那麼在食物操作上要怎麼去用這些數據來說服 或是用這樣的研究來達成我們的訴求 謝謝 謝謝 醫學 醫學 醫學是實證科學 不像物理化學 所以都要透過官場 神龍長百草 對不對 那他就知道 但是 醫學的陰跟病之間沒有 很少有伊對伊的關係 你的親朋好友得到一種癌症 你不會說他這個癌症就是這個原因 即使在你講是就是這個原因 就你說大部分是這個原因 他也常常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們就很容易用說喝榮藥中毒 然後一天 隔天就死了 被遮止很強勵的撞 然後兩個小時就死亡 來看待大部分的病 特別是慢性的病 那是很漫長的事情 那我們的 我們知道這樣 可是我們沒有被教育這樣 那我們在媒體上面的傳輸傳播的時候 又會希望很簡化 所以很容易就會掉入這個陷阱 就是說當一個人一個研究說 他可能有這樣相關 可能解釋的部分原因的時候 他只要講說這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你就覺得有道理 你沒有去懷疑說 本來就沒有唯一的原因 張華仙大神相隔三千 可以啊 要對水飛倒 才需要怎麼做 我們沒有問過 所以 就 這樣子就會有一些限制 有方法 但是 即使同樣的方法你要用在三千人 三萬人或三十萬人 這社會可以先討論 對我們科學來量三千人就夠了 他馬上講說你不可以 不可以推論到這個人 那就沒辦法 如果要這樣再通通做也可以啊 那誰出錢 再來是誰出錢 那這我剛剛已經講過 每一個數據是很昂貴的 很花時間的 然後 就是一定有他的可惜性 所以他每做一個後面應該有一個目的 我們政府就是沒有一個目的啊 不是他有一個目的是我不知道的 譬如說我跟余林憲平做了六七年了 報告都在那裡 中文寫完一千天變成英文的paper paper我再把它翻成中文 這樣看三次了 他也不動啊 他說要這個數據幹嘛 我就不知道 剛剛講說你訴訟或什麼 數據很多 但是不用啊 所以你要說服的是什麼 你的英國關係 或是說這樣要 要做什麼用途 就是沒有在做什麼用途 或是有啊 可能有 做的用途是我沒看到的 所以你聽到的就是說 這個沒有確定還有很多要去做的 可能你沒有聽到的是在摩羯場的時候 這個很確定 所以你要給我什麼數 我不知道 所以有的是表面 有的是石子 這個都可以做的 那個主辦要問我最重要的報告 今天就讓你們聽最新的研究成果 有個研究可以這樣做 我在2020年左右進入那個地方 在短時間內收了三千多人 其中有五百多個小孩子是國中一年級左右 也就是說差不多十一歲到十四歲 因為我們分了兩三年去 去追了這五百四十七個小孩 有一半是住在台西鄉 脈療鄉跟董事鄉 另外呢就住在台西鄉 那時候十幾歲對不對 六七是 一九九九不是兩千年 我常常這樣寫 切十年回去就是出生到三歲 這些人我們都看看他就是 六七開始以後到三歲 然後呢四歲到七歲 然後這樣一個階段四年四年去看 看他的健保資料 被醫生診端三重病 過敏性低延 過敏性低延 支氣管理 氣球 這樣客不客觀 客觀喔 就六七來之後嘛 看他疾病 誰說他有病 不是我講 是健保說他講的 夠確定嗎 就沒有什麼人去介入就是 我就是這樣看他 你知道嗎 這三個鄉鎮 比遠一點的 遠一點的不是沒有孤魯 我都常常說是比較低的孤魯 過敏性比遠多了三倍 支氣管理多了兩點多倍 氣傳多了一點多倍 過敏性比遠一直到他十幾歲 都比外面多多 不知道嗎 那這樣 這是一種方法嗎 你說這個 這是我們現在 對五百多人 現在2016年 我三年前就 中文就說答案是這樣 現在英文的中文才發表 我們是會要怎麼樣的證據 什麼叫證據啊 這樣 搞不好做 很難做耶 你拿到這個證據 然後出去 要記者一寫 然後說工廠的 他什麼都沒看 他就隨便講一句話 你就說這個還有什麼什麼 就是說 西方的媒體沒有人可以這樣發表 沒有人不理說他講什麼 他跟我們不夠格來談這個事情 所以我非常清楚啊 請說我看一下 這個家長 我一直說 他們很無奈的 有人決定他們要去 所以他們要先逃 但沒有他們逃 以後自己就解決 因為我在研究告訴你 不死這個 這個是什麼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就是燃燒美 燃燒石油膠 所以在那段時間 以台西戰測出來的二氧化硫 就是1995、97左右 1993左右 我們的靈遠 石化硫黏液的工作 這些小朋友 這個比較多 當初我們去靈遠看的看到 所以有一個 國家叫中華民國 有個地方 他曾經有過一個 舊的石化硫黏液 有個新的石化硫黏液 有台灣的小朋友 都同樣在經歷這個事情 那我們這一次如果不解釋 我們要再造成第三個地方 我在證明給你看 所以什麼叫證明 要一直在做實驗叫證明 所以這個問題是整個箱的 不只整個箱 已經三個箱的 那我當初只有這樣的經位可以做 我的錢是不可以刮過桌水器 所以彰化線搭成這樣我就不可以 那我一直把它合起來都會一樣答案 這是三個周末 然後當我在呼籲行政院要做事情的時候 國際學術機関通知我的論文可以接受 我就想說他們再不敢 我這禮拜要來講 什麼叫證據 所以我們國家到底對學者要做多少證據 那證據有用嗎 所以有方法論是可以得到的 那很多變成觀大學問大 所以都可以講一下 什麼相關因果 都沒有在一個平台上好好來談 然後就用很想單耳耳去詮釋 那就越來越覺得不只 因為在國際的學術舞台上 人家都對戰狼是會很激動 人家不會像什麼對方 那回到我們這裡 誰都可以來挑戰 學術本來就可以挑戰 可是要提出挑戰的人 要先自我講說 我可不可以跟人家講這種話 你講說這不需要 誰都可以講 講一個TTGA沒有用的這種人 知道做出一個這個數字要不要多好幾乎 要多麼精益的理解 我們要做幾次不斷的自我驗證 所以兩天前還跟我的學生談 他們日以基業現在還在分析大強 這樣做 老師可以再做得更好 我說要 你們要做得更精確 因為你們有看到一個四個字 TTGA竟然讓台灣這兩三天天搖地動 這個數字要很精盡計較 所以這個有辦法論治可以做這個 所以簡單講疾病是多容易 有一些重要的主要的東西 你有找到 有那種作用 有機會在你做這個實訊訊 我們就做嘛 我剛剛那個不是實訊很清楚嗎 非常清楚 剛好我們有健保的資料有這個限制 這個講起來都很簡單 你知道我做這件用蟲蟲的限制 蟲蟲的限制 蟲蟲的限制 可能有人真的要限制 所以大乘我走前幾天還在學習 也高 很高的觀念 因為年底我就不可能給你們 然後你就限制到我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不是大家想像說 好像這個都很簡單 很所有 連你有方法 你有這樣害不到你做 你相信嗎 我現在就面臨這樣的事情 所以等這個事情過後 真的要來講一下說 小英總統曾經跟學術界講說 百分之百的學術資料 我就沒有感受過幹嘛 所以外面不曉得每一份我那個報告的情緒 其實我都不會跟他講 每一個要在你們村莊要解釋情緒 那種客戶的 種種關卡 是給你的研究所不需要的 我都不曉得 我為什麼要那麼多的障礙 都要去排除才能開成 所以百分之八九十都要排除才能開成 才做一點 真的可以做 所以他就只要開放政府 鬥 事情就很快 就不要啊 所以剛剛講就是說 你持續性有 那最好 沒有 用合理去推論一下 就像講VCM這個啥 就是說 雲 麥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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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最大的VCM來 就是公司 我以前這樣講 唯一最大的 也就是摩一眼 唯二了 要講的時候還有什麼來源的人 他講啊 政府觀點要出來講 就是沒有沒有什麼 都隨便講 那個用很舊的教科書隨便講說 欸 可能從來講啊 怎麼會變成說 他這樣就可以隨便講話 我們已經講了就是這個了 幫忙出來出來講說 有 還有七八個地方他講給我你 他敢講他就違法了 不是嗎 他如果知道他怎麼不早講呢 就沒有啦 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如果地理是這樣 那請問你還要證明什麼 就有啊 對不對 你那很遠的蝦他就沒有啊 沒有 你要檢測不出來 那我是會還用很多話 他講找國際學者 所以這個 國際性的評比是可以的 可是它是一個方法的論 因為我們發表論文心天 沒有來過台灣的人 他只要看你這一個 看你看他覺得對的 那最後你知道我們要發表 那來過一百頁以上的回覆比較 你想得這麼簡單 就這樣就可以 可以讓人家發表 我發表的時候最後就一句話 因為人家問你啊 你告訴我有危害 然後呢 這樣我不要發表你的論文 好像都沒有告訴我 你們做了什麼 我說我們的政府有聽我們的意見 把小孩子離開了 他說這樣還差不多 那不然他說怎麼有一群人 這樣然後 你覺得說你證明了 他說這個可以證明什麼 證明了 然後呢 你總要有一個建議 他說我們有建議 所以我們那時候真的離開了 我們感謝 不然很多時候 寫到那裡人家不太讓你發表 說你這個就是 世界末日一樣 你告訴人家然後都沒有下一步 不是嗎 結果英文發表的時候 小孩子被強迫回去了 國際上很丟臉 我沒有講謊話 可是政府做了錯的事情 那種誠實的 有碰到這種 就覺得很難過啊 怎麼可以這樣 你要在國際上要能夠走動 你要讓人家能夠純淨 你要言行一致啊 結果人家來check說沒有啊 然後下一步你要問 如果真的這樣也可以啊 我要寫說 我們很努力告訴人家 政府就不提 這個要國際認證啊 就是這個政府 外政府就國際認證啊 所以我常常講說 六斤說要叫國際再來做一次 我說你的武藍 國際認證很有用 因為你叫他來做一做 他不是 我們社會要求說 這些人要去發表啊 不是嗎 還是說只要有白種人 然後打贏跟你做一個做這個就是國際認證 我們的國際認證是真的 當然不是啊 所以這個記者在寫或是回去跟你的編輯講說 要多一點 我們要多一點那個對話 這樣就寫 然後大家就 所以好像這樣有個論述說 需要再做一次 做什麼 我們要再做一次要做什麼 好 因為你在講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一個 因為你講RCA的案子嘛 好 那大家知道RCA就是之前這個 台灣另外就是美國的無限公司 在1907年代在桃園的一個投資 那也造成骨感 後來女工的訴訟嘛 那個治癌的訴訟 那在這個調查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很辛酸的故事啦 我串場了一下 就是因為在訴訟流行病犬調查裡面 這是已經是受害了 然後後來要做流行病犬調查 就更困難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是說 許錯國小 或是麥亞這些國小 正在發生的事情 包括中華大城這邊 我們不應該再讓這些受害的事情發生 未來讓台術來賠不完 所以老實講 我們應該是在幫助台術 趕快叫他做一些事情 因為剛剛許麗玲是提到賠償嘛 補償 應該是用賠償的資源 未來如果有越來越清楚的科學證據 搞不好台術未來是賠不完 不只要賠婚禮這邊的嘛 要賠三話大廠這邊 那我剛剛講的那樣講的故事就是 之前王隆德老師 那也是我們之前台大公衛學院長 他在調查RCA的流行病學的時候 女工就很心酸的說 搞笑 還是要再死多少人才會達到顯著的 統計上的顯著的相關性 那我說我們不要讓這些事情再發生了 真的是不要讓他們 所以我們講說 剛剛張老師其實一開始講說 這不是風險 已經是危害了 已經是危害了 如果真正是說小孩子的肝功能異常 已經有顯著的特徵的時候 政府應該趕快把最後的報告release出來 讓這些家長更能夠幸福 那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老實講 我們一直在做非常多的溝通 我們是希望說政府單位為什麼不把這些報告釋放出來 到底在顧慮什麼 那我想這也很多記者朋友 我很多同仁都在關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應該讓小孩子繼續當白老師 那即使剛剛我們講是說即使科學上 你說有一些人在question 那已經有這麼多清楚的症候的時候 在國際上最前瞻的就是 或是最進步的 其實也不進步啦 從2005年已經到現在 就是資訊所謂預防性的原則 預警原則 趕快讓這些小孩子離開現場 那如果你認為是說公安國小孩有問題 那就是趕快來查他 六親應該要趕快激起接入管制 我有時候一直在講說 小英總統都講說 希望大家再給新政務一點點時間 我在這邊也要講 大家快沒有耐心了 我希望他們要加油 你要大家 因為看起來是需要再加一把劑 新政務 但是今天這個事情其實開始動了 就是一個很好的象徵 那個詹老師雖然也一直在不認識的朋友 我會幫記者朋友講一些話 我們台灣的整個系統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記者朋友的確 尤其在新聞的媒體的過程 訓練的過程裡邊 也是我們一直在思考 怎麼讓新聞界的朋友 更在專業上 大家一起來努力來學習 因為這裡邊有太多的數據 或者我們的確會是聽到是說 台塑的發表聲明什麼 像我記者朋友這樣問我 那我都覺得是說 台塑的引入數據都錯誤 國務院都回答了 那你們還來問我 一直會重錄這些 我覺得是有一些 所以這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中心也一直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所以我記得我今天好像來的 記得朋友的 有同仁有參加過我們六月的那個 我們有一個這個 氣候天天調試的 相關的課程 這個我們都也正在進行 穿插一下 廣告一下 好這邊剛剛有 有同仁 謝謝各位市長 本師之一 好 這樣說請問一下 不好意思辛苦了 上一次的時候 在這邊 你帶一對 就是環保之徒 第二次來台 好 非常謝謝 那個 既然是老師做完事提到 2014年 WHO的預警性原則 那 我就有一些 像那個CPM 或是PDGA 當第一樣小寫 我怎麼樣去認知 然後呢 新聞界這些 前輩 他們應該更了解 可是民眾呢 所以請教李女士 同志你也可以回答 我怎麼樣在老師們的 教導下 因為老師我認為 那些病變 事實上 都是 限制方面的 但是我怎麼樣 避免所謂的標誤會成為 立限制 那立限制基本上 蜜質變 跟肉質變就不一樣 最重要是 我怎麼樣去發生 我媽的那個 曾老師還有 第一次 謝謝 您的意思是說 居民怎麼去理解 因為 因為 我們可以 正式團體運動 這個 國政人員就 釋放 大選 會不會去 律師 這個 這個訴訟的部分 其實也有很多 醫務律師 都有到我們那邊 社區 然後 其實也有很多 策畢 就是說 他們也提了很多 在法律執行上面 對 居民其實通通是不利的 他們說 如果 最快的方式 有很多 前陣子 雖然是 蔡記者 像我說 公共危險罪 還有 律師跟我說 用重大障害罪 但是 這是刑事 所以得先到地檢署去 檢察官要不要受 然後他還有分案的 他可以把 因為這件事情是 雲民縣 他又分到雲民縣 然後他們都會直接跟你講 雲民縣現在分為 他們也不可能接受 你任何這樣的 所以他就是坦白了 這我已經有兩三個 我上次 老師 到我們 那天發表的TGP 我說 那我找誰 我就 就告你 你就是公共傷害 你公共危險 他們說我說 畢檢署不會 不會受死這樣的東西 他有可能分到雲民縣去 我說雲民縣現在分為 他們也很辛苦 所以就很辛苦 那名次訴訟的部分 更辛苦 剛剛講到 那個所有的這種訴訟過程 其實都很漫長 你要去跟人家訴訟這件事 你要去跟人家訴訟這件事 你叫專家人說 你穿東西 那你要去祝福這件事 做辛苦 做辛苦不可能 我經常說 我也要找十個事 你才能跟他學校 很難 非常難 因為 他多漫長 因為這件事情 很漫長 然後他還要等待 然後 這很簡單 你就像帶群眾運動回來 你今天動員出來 再回去 又沒有結果 再去 下一次就越來越沒有能 越來越沒有能 所以這個 這就是最辛苦的 那只能像我 對周遭的道理講 就是很簡單 你要不要理解這件事 其實你一直一直覺得說 啊 PTGA 不過很簡單 他早也會想到 他說 你怎麼不能舒服 對 很多所有的東西 那個警示 都是一直這樣才出來 就是科學存在的價值 我們所有的醫學 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原來你們不能叫兵 原來你們雖好不要抽煙 原來是怎麼樣 這些也是大家 啊 你騎到澳洲的以前 我們在等他 某段沒有戴安全帽 過來 你也在騎 對不對 你告訴他 他也不要聽 你也一腳有聽 他一定是這樣子 那你得有一個法律 跟他講說 你騎摩托車要戴安全帽 那這個時候才開始 不是 不是所有人 你跟他講說 你這樣在外面騎澳洲 你的外面會死 他在那裡 沒有 你給他警告支持他 不然現在抓寶 大家為什麼要警告 怕不怕 他又要住在那裡 他會痛 那還有一種就是 你真的法律啊 這個要很苦 就是環境的污染的問題 不可能用個人的教育 可以跟他解釋清楚的是 然後呢 然後就是污染人要改善 沒有第二條路 我的污染人請問你告訴我 那個煙囪對我的影響 所以 下一步我們也不曉得做什麼介入 不是煙囪把他 改好 就是人要走 不然 就沒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所以那個東西是後面有 有公權力介入 跟那個 比較大的文件介入 去解釋才有用 所以這個就是要 我們都是會這樣 就是污染人要改善 污染人要離開 不然就人離開 不然你兩杯都不動 都不改變 說你就繼續污染 然後你就繼續生病 然後我們能做什麼 當然很多人都寄信給我很謝謝 大臣像這樣 然後 有什麼秘邦 我就轉到彰化街貴政局 我們說我們討論一下 都有欸 我已經收到不少了 有用書面的 有用電子的 看到台灣人真的很有愛心 這個就是 想說他也沒有辦法 小家庭也 理了個這個大恐龍對不對 他能夠做的就是說 他這個人很可憐 所以他有什麼 他說要免費了幾十年都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去研究看看 我還沒有回答 好 有這種做法 那不是自 那個文化 根本治療 所以這個是 這樣 那 當然要去談 一定要 我們有結果都是個居民 不管是很 一開始很接受的居民 我只知道他也非常罵人 對不對 我一起來罵人 我們也是都去啊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最大的 應該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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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這個太緊張了 提一個 我們台上的那個教授比較清楚 我只是說 這個問題 這個老舊有問題 剛才那個丹教授 他講的那些話 我也知道 我只是說 那個國華會的那個 那個 就是 他說 他講的那個 我也知道 我只是說 那 我們這個 我現在在講 竹科 公園面 是台灣的市府 那個以前有報告 從那個 大豬山那個爆發聲 那個是台灣的黑社市府 他說 那裡賺了很多錢 啊 給我想到的是說 我們跟國際社會 有很多城市在來往 這種情形下的話 我不是說對而錯 我只是說 我們以前那個 考試院長 就是 姚家文 啊 因為他就是 牽涉到 醫藥界 就是跟你那個 健康權有關係的部門 啊 因為醫藥界的關係 所以造成說 一個肉的肉綁一個上來 我是說 這一種變化的話 不知道 這個是團體的變化 我不是說對而錯 我是說剛才 詹教授講的 是說 他說 在國際間報了 結果 他被那個方向闖變 啊 我是說 在這個國際間的時候 啊 如果說 人家笑我們的時候 啊 我們的聖母 如何 去跟人家來往 如何 我不是說對而錯 我是說 都成熟了 不是只有 賺錢為目的啊 我是說 也有 國外的那些 環保團 以後 是正義人 是跟我們來往 我不知道這個 如何去解釋 我只是說那個 姚莉莉 他被人家說 他的紀錄 不算 而且他維持那個 激增的紀錄 才有所謂的姚家文院長 打敗那個 醫藥界的一個衛生士 衛生士長去的那個 我只是說我這樣 再解釋這個問題 我沒有說錯 我只是說 我們的周教授 可能 答得比較好一點 啊 因為你站在 醫藥界的角度的話 只是說 你剛才說 不能爆嘛 就是你拔下去的時候 人家就轉完了 我不知道 答案如何解釋 是 好 我們再多收集 幾個問題 好不好 我們再來一起 可以當 這邊 剛剛 這邊先 不好意思 就像中文是媒體工作者 不好意思 想請教你跟大家講這個 預警原則 就是國外的做法 他們是怎麼來做 有沒有一些例子 是說當他要啟動這個原則 他們什麼部門 或是說怎麼樣來做這樣子的發動 然後以及說 他說的這個採取行動 因為我們現在是做簽校嘛 可是為什麼他不是說 就是去決定這個地方 不能蓋學校 而是用簽校這樣嗎 就是國外的做法 也是用這麼消極的方式說 就是讓民眾來清晰 因為聽起來他不是解決根本的問題 所以我想問我怎麼類似的例子 是可以拿來做介紹的 好 這邊 詹老師 周老師還有立 我是蔡總略 那個 部門文教基金會的人工 也在地球公民基金會服務 我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因為其實台書有說 就是說這個 現在這個標準 國家並沒有訂出 目前我們找到這些物質的這個標準 他說如果有標準的話 他們會盡量的達成這個標準以內的目標 那不知道詹老師怎麼樣看這件事情 那這種當然 他反正每次有新的物質 他就說這沒有標準 這個是長期以來他們的做法 那怎麼樣看 第二個是因為其實剛剛一直有提到 就是我們一直很努力在證明 就是這些污染物跟實際上造成的致病的原因 可是剛剛 蔡老師其實講得很清楚 它都會是原因的致力 但是很難變成是完全的致病原因 那在很多的例子上面 其實一直在推動的一件事情 是舉證責任反轉 就是要證明台書並沒有造成 當機怎麼樣身體 這些人民身體的迫害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之前的 RCA案子其實也一直有都想要來推 就是舉證責任反轉 要由廠商來證明他們沒有污染 而不是我們去證明廠商造成我們身體的污染 那這個東西一直都有在推動 不知道目前的進度 或是蔡老師這邊有沒有一些了解 那第三個是因為其實這幾年一直在推 尤其是像實話氣爆之後 一直在推這個社區執行權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讓社區的人知道說 譬如說台書的廠裡面有什麼東西 六七裡面有什麼東西 現在是不知道的 因為它叫商業機密 它不會告訴你 它說我們這是機密 可是這社區執行權在國外的 在緊急的這個醫療的系統 或緊急的救護的系統 因為它因為怕它爆炸了之後 所有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社區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家地下可能埋了什麼管線 我們家附近的工廠裡面有什麼化學物質 那這個東西在台灣目前也 還沒有放進所有的法規裡面 一直都推不動 那不知道蔡老師怎麼樣砍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有幾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今天聽起來都非常難過 尤其是聽到這些訊息 那我在想的是譬如說大林府 譬如說林園 譬如說早期的後進 所以台灣其實在受這些石化廠污染的區域 那個五個星的時間因為更久嘛 他們的污染 然後尤其是大林府這地方 其實要不要牽絕問題 也知道我只能當地很大的一個分身 所以今天是一位剛好六星這個一比 有詹老師一直盯著他 可是譬如說其他這些污染地區 他其實這些地方小朋友 有可能他都長到很大了 有沒有過去的一些研究 或者是一些累積 可以讓這件事情 有些譬如這些孩子 當初在五星後進化變得都長大了 都長大很大了 那這些東西呢 不能有一些累積 然後讓它實際上可以去 因為結束不能再拖了 可是其實早就已經拖過好多好多時間了 那這件事情怎麼樣處理 就其他地區除了六星之外 有沒有可能 那台灣到底還有沒有夠多的學者 去做不同區域的研究 這可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最後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特別想要再問問看另一個 雖然我們已經很熟了 我覺得 我們一直在努力的做污染的減緩 就希望它不要怎麼污染 然後當污染來的時候 我們說那我們小朋友 一定要讓他離開 可是本質上它根本污染 就不應該存在 可是現況下是沒有人敢喊 叫六星觀察的 叫六星抖人的 沒有人敢喊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一直很 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已經在那邊這麼久 它明明就這麼污染了 詹老師做的所有研究都告訴我們說 就是六星 它這個特殊的物質 只有六星有 它造成了在人體裡面的累積 可是就還是沒有人喊 比如說這個場關掉 或整個場去做一些調整 只敢說要拔得更嚴重 你要做更多的監測 這其實是非常卑微的一個小數球而已 那為什麼我們不敢繼續再更多一步 多喊一些東西 至少讓他們感覺到壓力 而不只是在這樣子的工房之間 不斷的閃避 不斷的逃脫 謝謝 各位老師好 我是國發所行程接入選 然後我想要問一下是 六星這個問題看起來在法律上 體制內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我們不曉得利盈女士這邊 有沒有跟利把部門這邊接洽過 就我所知我是雲林人 然後我們雲林縣有 就是劉建國畢委 他本身是環境委員會的招委 那不曉得說跟他的 有沒有跟他接洽過 或是在跟他接洽的時候 遇到什麼困難 謝謝 謝謝 我們先 剛剛他中越講的 好 他剛剛說 可以不可以喊六星關場 是真的沒人敢喊 你想想 узна錯這件事情 家長都是這樣 就是 就是真的沒有那個社會氛圍 所以連所有關注這個議題的人 他也只能退到 像我都只能說 阿滴都沒有及時 我只能抓到你沒有及時監測資料 我只能抓到這件事 抓到政府沒有做的事 那我們知道了什麼事 只能在這上面 那沒有人敢講 那很多半的人也都會說 很多人吃他的頭羅 我剛剛講過了 你知道的就有一萬多人 那他知道多少GDP 這也是所有政治人物要面對的 因為他的貢獻 經濟貢獻的確存在 那怎麼辦 永遠就是在天平上塵塵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邏輯 其實思維是不對的 不是說你賺多少錢 還是你賺多少 你就能繼續製造主 這個才是回到最簡單的思考 不是說你可以賺很多人 所以我們全部的人就說 阿滴好你繼續 所以我自己都可以知道這件事 但即使是我在那裡的人 都沒有辦法弄出來看 你就管了 我年幾次的說明會 我都只能咬住說 阿滴你環瓶制度失衡 你縣府 縣府也沒有監設資料 沒有什麼東西 都適合資料 剛剛另外一個就是提到說 跟我們俠區裡面的議員 都說要修空文法 因為對彰化縣而言 他的角度是 我們的角度是說 我們是用行政區域在看污染流 包括他的設廠 現在要進行什麼擴廠 不管他是延期期的擴廠 這些東西都是建立 我們那個所謂環瓶 跟環境的管理 通通就是行政 所以他們就說要修 我知道要修空文法 但是我最近得到的就是 我們的立委說 他的空文法提案都被壓在最後面了 就是立法委員也可以跟你擺明跟你講 他就說 我們有多少法案優先順序 我們的永遠在下面 我們的優先順序 我們都最多的就是 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也很清楚 台灣真的就是千瘡百瘡 有很多事情都要做 就是跟真正 他也會跟你們講說 我空文法提了要 但是到現在都沒被拆到 那他也交代停了 那我們也都只能是這樣 好 謝謝剛剛那個 記得通問提問 預防訓言者基本上 他最簡單是在1992 里約的內部 地球高空會提出來的一個觀點 那你如果要講具體的案件 就是說像GMO進行改造的食品 大家知道他科學現在很正義 但是台北市現在 營養物餐不順地已經改了食品 那日本的痛痛病 水乳症 這就是像我們今天一樣是取錯這個情境 水乳症當時發生的時候 也是在涉金地區非常弱的那一個地區 所以當地的小朋友 還有家長還是繼續吃魚 因為漁獲消不出去了 漁獲消不出去了 要怎麼開始吃 所以後來是發展出國際的 這個非常有名的水乳症 通通病 可是我們不應該容許讓這種事情發生 我們現在應該就要介入 那剛剛你會認為是說 讓你小朋友牽你這個消息面 我待會再講幾幾面 然後我再舉一個例子 2005年彰化發生了 這是我們中華 在縣西跟深港 一個是4月 一個是2月 一個在9月 發生了兩起 這個戴耀心 鴨蛋跟鴨肉污染 那裡那時候也是一個跨部會的爭議 其實也是三個部會都在踢皮球 農委會環保署跟這個 農委會環保署 三個部會 那很簡單就是說 到最後去證明說 呃 污染源可能是彰化鋼鐮 可能不是彰化鋼鐮 那我剛好在三個禮拜前 在立法院遇到彰化鋼鐮的現行的董事 他跟他說不是啦 污染源不是他們 可是戴耀心的污染 他們排放的戴耀心的污染 他剛才就在處理所謂的高科技 廢氣物廢量 他們排放了175耐克 那當時歐盟的標準是0.10耐克 那剛剛所以你許利 也講了一個很好的觀點 就是因為戴耀心的事情 在台灣已經吵了 從2004的統一牛奶跟東來牛奶被插出 牛奶戴耀心含量太高 所以在2015年這兩起壓彈就爆發為全國性的事件 所以那時候就是做出了戴耀心的規定 那彰化當年在2006的2月 還是1月就做到了1那一刻 再過了幾個月就做到0.10那一刻 我要講的是我們的廠商可以有積極面 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也是預防性原則 我們不能讓這樣的污染繼續存在 戴耀心的鴨蛋跟鴨肉 到時候都要銷毀的 都不能讓人體吃的 這也是預防性原則 看到你今天看到很多革命 也不能再 農毀也不會再讓它釋出 這也是預防性 因為有信心的問題 也有真正科學傷害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要用這種事情來反問 我們怎麼讓這些小孩子 繼續存在那裡 那2008的三聚氰胺 跟2012的塑化劑 塑化劑大家都吃了幾十年了 那三聚氰胺就是添加這個東西到奶蛋白裡邊 這也都是惡意的天下 那這也是預防性原則 遇到這種東西 就是必須要去阻止它 不能讓它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預防性原則做的是有消息面 跟有積極面 積極面就是應該管制它 所以用這些案例 現在積極來看 如果污染源是台塑 可能是台塑 那我們應該環保守 像我剛剛講的 國家應該進行更多的監測 那這個監測不是 還是自己講說 我自己做監測都合乎法令標準 這是笑話 所以我想這個是積極面 那消極面當然就是 我們現在只能第一步先讓小孩子動 那這個我回應 剛好回應中越剛剛的想法 其實我們在2010台灣工業分析學院 當時理事長是詹老師 我們在補營國小 就在高雄大社 其實我們就在講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說我們工業學界或是不同的人 其實手上都有這樣的資料 但是這樣資料能不能統整起來 就是說全國在石化區裡邊 石化附近的相關的流行病學調查 是不是應該要更加的公開跟透明 那我想中越你知道大社附近居民 你說科研有一些調查 其實大社附近居民影響也蠻高的 所以像我們中興幾個博士生也在講說 老師你講說許座分校 為什麼不解決全國進的問題 大家全部來檢視 你也有石化也有中有 全部石化區的都應該做一個全盤的檢驗 對台灣的新政務應該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不應該讓這些污染性的 這些產業對台灣有貢獻 我們的主張是說台灣還要進一步 往上update我們的產業 跟有競爭力有國際競爭力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要做一次 讓這些管制 詹老師常常在講 讓這些管制去驅動它創新 如果你不用更嚴格的管制去驅動它創新 它就會懶惰 不然它的社會形象就不好 所以你看台數到越南就會被指控 如果我們今天把台數管好的時候 台數輸出到東南亞國家 很多國家應該是歡迎的 所以這些數據都是有的 我再講一個簡單的第三點 剛剛中葉講 舉勝責任反轉 這在國際上也非常的爭議 在WTO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底下 它對抗了所謂的生物多樣性 就是預防性原則 舉勝責任反轉 是非常困難的 像美國要輸入 美國牛肉或瘦肉精豬肉 我們國家要去舉證 我們進口國要去舉證 舉證責任反轉 你要要求美國去舉證 這個在國際的困境 應該是今年初的使館法 因為發生了這麼多的事件 所以台灣有點進步 在使館法的舉勝責任已經反轉了 在其他法令還要進一步的努力 然後我再回到最後一點 就是剛剛談預防性原則 跟社區諮詢是有關係的 就在WHO的架構底下 談預警原則、談預防性原則 是要重視風險溝通 要重視風險溝通 要讓社區諮詢 要讓民眾可以知道這些資訊 我們國家老實講非常弱 所以我們在努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想像這個觀念 怎麼都還是用非常老實的方式 考慮經濟、考慮政治私利 這些事情事實上 早晚都會被我們的公民社會 大家記得去今年新的選舉 會呈現這個樣子 是因為台灣的人民決心了 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越來越清楚 所以新政府如果沒有去體認到 他們拿到政權 不是民進黨本身做了多少好的事情 而是公民社會的崛起 知識力量的崛起的時候 未來他們早晚會面對的問題 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想還是 預警原則跟社區諮詢權 還是連結起來 我覺得台灣整個社會都要動起來 當然我們系統很困難 台灣都是這樣系統 大家一步一步的努力 一步的努力 所以今天剛好也有一個記者同仁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風險中心要來進行這樣的論壇 好像在質疑我們要對抗海素 我就是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整個台灣要動起來 大家才會有希望 有人喊觀察 那就是黃國昌 在立法院的那個國定位 那就是說應該立即成功 所以這也代表 黃國昌所代表的時代力量 或是所謂太陽花時代 年輕人是這樣想的 他們看事情就這麼直接 所以那一天他是第一個家喊出來 就不曉得後續就值得看待是這樣 那我相信那是蠻多跟他 或是比他年輕的人的想法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就很直接啊 再來也就是說 還是回到這一個 這個就是說 我還是覺得我們社會要講道理 是要工廠 然後有很多的理由 把一個學校蓋在那裡 就是我們台灣會看到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不能先怪工廠 那工廠污染是一直都在的 這個事情 所以自己要先退這樣 不然我們以後是很難講道理 就是說你這個是不對的 那除了這一間以外 沒有一個原來的村莊應該退 因為那幾百年都是那個村莊 這個我的這樣也可以說說 反過來大家想說 你如果說是這樣按探 那以後也就是說他不退啊 這個事情這樣 所以這個 反而是很積極啊 不是很消極啊 退是一個很積極的作為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講道理 我一直要覺得說 台灣社會如果有這樣講道理 錯了就錯了嘛 就是說總是有人選錯職了嘛 不用去做研究大家講說 那個就是選錯地方 反過來講啊 從這 我這幾年的研究 在那個工廠區也選錯地方 錯了就錯了 就是這樣知道嗎 這樣才是一個一致的 不然說我這樣講的時候就是我對 那你這樣講就是你不對 這樣不好啦 我覺得這個整個我要給你知道 為什麼我一直說退是對的 應該的 然後找到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讓他上課 他在大班的學生最好多一點 起碼要三五百人以上的學校 還有科學班 還有各種實驗的 還有才藝的可能性 那這麼少的人很難辦這樣子 這個都不需要教育啊 只有一個學校去那邊 應該不是教育的所有 那也很重要 可是也有內涵的 那所以我不曉得教育部 他選的是哪個地方 那他一定要融入那個地方 怎麼融入那個都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台灣所有的天鄉的小校 小校小班的時候都開始面臨 一定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不要講事故啦 所以這兩個可以全飲的事情 也看到一些曙光 那政府如果有更好的施政能力 應該可以把健康權跟這個受教權 都做到一個非常好的季節 就看政府要不要做 雖然我剛剛已經回答說 不太想跟他們見面了嘛 這個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都是一個決心吧 那我自己寫過文章 就是說人民的要求不太多了 當政府要任我們說 我們要相信政府 要支持他的改革 支持他的建設 請先把分進的空氣水水 土地 還給人民啊 你連這個立足都有困難 一天到晚要人家說 你相信我 我一定會做什麼 好像圓木求雨 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是這樣 大家回覆到家來看 就是要求一個乾淨的空氣 健康的環境信念書有那麼難嗎 我覺得你了解那個地方 也不會太難吧 稍微沒那麼汙染一點 是可以找得到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還是做得到的 那我們就再看看吧 謝謝大家 請這個事情 我在拜過各位的訓 等你臉書給下一句 把你的力量發散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散公民的力量 這個大家一起來努力 希望我們下次開論壇的時候 可以用比較更愉快的心情 OK 好謝謝各位 謝謝兩位老師 來 非常謝謝張老師 謝謝你 各位在台北 可能很難想像那個地方的 周遭的政治跟經濟 還有人民的那個結構環境 我只要舉一個簡單的意思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有一次 張老師到那邊做 他的非常的說明 那天我也剛好在場 你知道 當地的一個代表 都非常水 民意代表 就把主持人的麥克風也搶一搶 就是來鬧牌 講難聽過的就是來鬧牌 所以 我們很能用我們的理性去想像 為什麼這些家裡要這樣做 這有非常嚴密的 談跟錯誤的意識 你懂 工業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很經歷參加的時候 還有很多的 我辦我們這樣的 前輩們這樣的努力 因為我是一個病理科醫生 我至少在醫療界上面 我也感受到這樣的活動 就是說 各位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明明這個數據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上了國際的期刊 有公信率的國際期刊 那為什麼還要質疑它的那個 那個那個 所謂的公信率嗎 還有重點就是說 各位想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這邊是一個 社科研的一個 風險環的中心 什麼叫風險環的中心 其實就是說 要把一些可預見的 危害的未來 要提前防範 那公衛最有的意思就是 像陳建議員 他們之前參與的 在早期北的烏角病那個疫區 飲水改善以後 那個病率就減少了非常多 對整個社會產品 是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那到底就是說 我們現在政府在公衛市 這樣會去推子宮子癌 口腔癌 大腸癌的篩檢 獨獨就是沒有推肺腺癌的篩檢 我知道問題這個程度比較高 但至少這一塊的資訊 應該更透明的 跟民眾的強調 催促說 大家要重視這個地方的意義 因為 比較 有些是公安的 內臺也是公安的 但是據我了解 比較大的醫學中心 他們都幫他們 自己主管跟醫師做一個 被限量的衛生 用那個 遺跡量的刀劑 對那不能講 結果 我舉例像台湖陳建議員 114個 主管級的 一個醫師或是 有13個是陽性 其中有三個這些陽性 會限量的 其他像台大 龍總 還有 最近高級龍總 一個比較大的 西瑞市 所以這個都表示說 這個是一個 不得不要面對的位置 因為現在 會限量的 發生液已經攀升到 前面第一名的第二名 台北不能性命 你知道嗎 並不是說 我們這邊好像會好一點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那個空氣之方 飄得飄得飄去 然後台北的治療 更多 所以我們 大家都要再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很盼望 政府 要在這個案件上 透明示範 因為呢 所有的事情 都比不上剛剛 張教授講的 空氣 水暢 還有我們體力 所產生的關係 我在這邊 剛剛這個教授有提示 大家回去用 在這個臉書 通通的廣告 就是多多的 跟親網好友 廣告這個事情 一共寫 那我 免許我最後要不久 時間插那一首 等到提示的小姑娘 插那一首 我雖然他們 可能講不出話來 因為他們被大門 掐出脖子來 這個歌 叫做清空想法 為什麽又是灰色的天空 為什麽看不見千年山峰 什麽時候才有青澀天空 什麽時候我們見誰的山峰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叔叔 愛的誰能夠被打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叔叔 愛的誰能夠被打 我不想要被蛇的天空 我不想當買海峽的兒童 誰能給我感情的空氣 誰能給我愛心長大的權利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叔叔 愛的誰能夠被打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叔叔 愛的誰能夠被打 子津 親愛的點心愛的叔叔 愛的愛的 nhất 謝謝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想想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